是最近播出的一部悬疑为浓厚的稿剧 假如你最亲密的人有一天被掉了包 你能接受新的他吗 警官原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刑警 他有一个谈了快一年的女朋友 但在一次外地出差之中 他离奇死亡 整颗心脏被挖走 可不久后 他却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他身边 而这名女主的故事更加烧脑 他其实是个替身 替的是他十几年没见的孪生妹妹 十几年前 他们姐妹感情深厚 可因为父母离异生恨 他们被迫分离两地 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直到多年以后 姐姐已经是新加坡的有为特警 在一次查案之时 却看见了妹妹的尸体 法医告诉他 妹妹是被活活摘取了心脏 使因母亲强势的执念 他不能跟妹妹和父亲有任何联系 没想到再见就是阴阳两隔 魏小辰克制着愧疚和悲痛 夜以继日地调查这场凶杀案 可这案子的水 却比他想象的要深太多 巨大的阴谋牵涉到职业杀手 黑市器官买卖 房地产公司 还有妹妹入职的香港保险公司 在此期间 他每调查一个人 这人都会很快死于非命 为了继续追查 他向警队申请 获得授权 更换了妹妹的全部护照资料 指纹信息去往香港 他还捏造了因车祸轻微失忆的记录 以图瞒天过海 但来到香港 他发现 妹妹好像过着和魔鬼交易的生活 香港寸土寸金 妹妹却家住半山豪宅 屋内配套巨大的花园 泳池 来到主卧 衣帽间里满是高跟鞋和名贵衣室 而妹妹的工作 只是一名普通保险调查员 在衣柜里册 他看到了妹妹珍藏的 两人幼时的照片 在分别的年月里 妹妹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第一天上班 欺瞒同事 没他想象中简单 即便获取了同事全部资料 他叙述的习惯 还是让人发现端倪 打开电脑 根据日历上的痕迹 他推测出一组数字密码 那是姐妹俩分离的年月日 妹妹没有忘记他 甚至一直挂念着 根据资料 他发现在新加坡死亡的一个涉案人员 是妹妹的客户 而且上级很避讳这个案子 从上级口中 他发现妹妹马上要升迁到总公司 但他和上级关系极差 对方会直接在办公室当众 对他劈头盖脸的骂 同时姐姐发现妹妹与总公司的领导 似乎关系暧昧 因为领导一见到他 就把手伸了过来 他说 能不能升任总公司 就看他表现了 这让他一阵尴尬 也很难想象 妹妹居然是这样的人 在适应的过程中 身边越来越多人对未姐产生疑心 他刚开始都用极致糊弄过去 连身为警察的男友都被骗到 偏偏有一个人 他第一眼就骗不了 那就是他身在养老院的亲生爸爸 两人只是互相对视一眼 他就认出他来 好在爸爸此时已患有老年痴呆 说的话做不得数了 后来又有一个人察觉了 未姐的真实身份 那就是妹妹的男闺蜜 也许是因为她天生敏感的性格 只凭她吃泡面的口味和醉酒的姿态 就看穿了她 别闷许久的魏小晨也不想再装了 他摁倒对方坦白了一切 得知好友惨死男生狼狈地哭起来 之后他决定加入魏小晨的调查 开始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为他搭配更贴近妹妹原本的穿搭 立刻出身的他还帮他暗中查案 在资料中 两人发觉 在新加坡死掉的人 都来自同一家咨询公司 他们是高层和老板 这家公司为一所大型房地产集团盘查新项目 这个集团正是妹妹准备升任的机构 而妹妹临终前收到的包裹 里面好像是这集团的某些证据 人大概率是集团杀的 但一个保险调查员 为什么会涉入到这件事 而且为什么要活活挖走她的心脏 在妹妹要参加的一个奢华晚宴 魏小晨偶遇了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 他正是这个集团的CEO 途老板 出狱他就回避了他的眼神 这名老板患有心脏病 刚刚接受了心脏移植 但他似乎并不是真的认得魏小晨 而且他为人绅士 拔刀相助 为他化解了色狼领导的骚扰 他还请他吃饭 摆出了一副追求者的姿态 不过为了升任总公司贴近权力的中心 魏小晨很下心 答应跟色狼领导去酒店 在酒店他借骨洗澡 推开对方走进浴室 没有看见色狼还偷偷装了个摄像头 好在他本也不想顺从 他拿起肥皂 把肥皂水铺满浴室 然后喊对方进来 把色狼摔到腰椎骨裂 暂时解决了危机 随着妹妹隐藏的资料被破解 魏小晨也知道了 包裹里的U盘放着的文件 是地产集团新项目的地质报告 该地泥沙含巨大辐射的证据 这份文件在一所名为 绿色世界的环保组织手中 魏小晨走入这家机构 机构里人人都对他非常热情 妹妹似乎是这里的核心成员 而且妹妹最后一条求助信息 居然就是发送到这个机构的 这个机构曾和一组 更加极端的环保人士合作 像恐怖分子一样 绑架了图老板的妹妹 以此威胁她 停掉了一个郊区地产项目 保护了香港的一片森林 妹妹居然在这样的极端组织 魏小晨更加迷惑了 她还发现 妹妹似乎在为对手公司做商业间谍 而那个色狼领导也是间谍之一 他们盗取项目文件 试图搞黄新开发的地产项目 妹妹的身份越来越复杂 这案的任何一方都有理由杀了她 为了升迁 她不择手段 同时形势极端 甚至可以犯罪绑架无辜者 她还发现 妹妹在进入行业之前 曾是叶总会小姐 她从一开始 就涉入了地下的黑色世界 在调查的过程里 魏小晨穿越十多年的时光 似乎在和死去的妹妹对话 这十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她可以一面重情重义 照顾病重的父亲 惦记多年没见的包姐 交往真的爱人朋友 同时又行走在灰色地带 并且如鱼得水 以此种种 妹妹的渴望 苦衷到底是什么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理解妹妹 与此同时 她的身份被妹妹的警官男友识破 她身上奇怪的是太多了 从前没有驾照 现在却会开车 从前力气很小 现在却甚至可以和她对几手 甚至还学会了拿枪 不过 奇怪的是 原色没有点破 后来 爆炸案中引发爆炸的匿名电话被查出 引爆者 是那位集团的色狼领导 她在律师的陪同下到警局自首 承认了一切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她是被威胁的 同一天 集团CEO 涂老板升任集团总裁 不久后 被爆出的丑闻澄清 所谓泥沙辐射不是事实 递质并没有问题 看来 这是涂老板为了逼自己父亲让位 设下的大计 商业间谍的是 她一直看在眼里 并利用对方完成了自己的计划 假如这样 其实她并不在意资料的曝光 那杀人的动机就不成立了 杀人者可能另有其人 大概率是对手公司的总裁 可她杀人的动机又是什么 而那个环保组织看起来也并不无辜 其农场被人翻找了一遍 来人将环保组织成员黑布蒙头 一直在询问关于U盘的信息 可既然U盘中的地质报告已经泄露 为什么还要找到她 蝶影狙击目前的悬念就播到这里 其中最大的看点之一 是魏小陈在其中替身文学般的故事 她以女警身份 在波云诡诀的世界斗智斗勇 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人 如何在充满血腥味的道德边缘 摸爬混打 而她自己的谎言是否正义 她对至亲的堕落 又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人心的灰度在这部影片中拉满 但利益的最高处 那些热衷于穿着洁白的衣服 仙尘不染的顶层们 又真能置身事外吗 不愧是港剧老牌班底制作 剧情中对暗面的探索 让我想起著名影评人毛坚老师的一句话 穷人是不是更易败坏 我想是的 但一定是富人先堕落 很多剧集只把故事讲了一半 不得不说 这全员难逃无罪的灰度 才是浓郁岗位的悬疑世界 加上一张张从小看起的熟面孔 周秀纳与黄宗泽 带有浓郁本土风格的演出 还有服装 布景 街道 好像一秒梦回湘江 回到2008 每天下课 在电视机前敦剧的时候 那时 真的还蛮快乐的